各位朋友,歡迎來到《空寶一粒鐘》的晚上 很多個星期不用上班 每個星期都要的,一天就變了 對,有什麼感受? 這件事很爽 真的很開心嗎? 對,很開心 OK,先休息一下 謝謝老闆 我已經很緊急了,不能休息一下 你先休息一下吧 這幾年都累了 沒有錢買衣服,只有半個酒 對,又有另一半 太熱了吧? 太熱了 只肚子突出來也很熱嗎? 對,很長就很熱 火氣也很重 那還可以,像半節一樣 我看看什麼時候可以在星期二錄製 我每次都想下個星期錄製 但有時太累了 就沒辦法預早做好 所以有時自己一個人走 結束了 結束了 是 有時我一個人做,我還免得煩 是不是? 全都煩 你知道我自己也免得煩 你約去 我自己一個人兩次都搞定了 是不是? 太開心了 昨天可以去吃飯 昨天可以去吃飯 對,我也沒有叫你,你就知道了 對 會不會第一星期? 不會 不會 絕對不會 大家一星期 不要啊,千萬不要啊 我一定不會 我批評 那我也不會 我也不會,大家祝我這麼久會開心 什麼?你對我比較好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我絕對知道啊 喂,今天說什麼呢? 今天說一些垃圾雜 垃圾雜 說什麼垃圾雜呢? 最近少清了一些網友發過來的東西 有個網友跟我說 他以前的爺爺是做木匠 以前在大陸 木匠,就是做家師那些? 做木器 現在我們會少找一些木匠去做事 可能屋裡沒有東西做的 家師店買的,你找傢伙回來托 有時候入場櫃就找人上來訂 也不是他做的 大陸做起,然後運下來就安上去 但以前不是 特別是我組屋那裡 我做了一百五幾年 一百四幾年 一百五十年 好像不止一百七十年 我跟他做了一百七十年 他們還是用很多木的東西在裡面 他們會找一些人回來做很多橫樑 做木等等 但到後期 單人不用木 難找,木材又貴 就不像以前一樣 開始就用磚 用磚之後用水泥 他說他爺爺的時候 就幫人做很多木 什麼都做的 就是做一張椅子又做 門口又做 燉門又做 以前也是木門的,知道嗎 現在也有很多 大門 現在是鐵門,有很多鐵閘 以前我舊屋那些是一堆木門 就是木門做上去 是不是有橫樑那一塊? 是有一個柚子,有一個柚子 有一個柚子,有一個柚子 他爺爺以前是做木門的 原來以前做木匠的人 他不多不少都會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可能有些柚子,或者有些木匠不好那些 就要在家裡下人的東西 原來 我真的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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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木匠 我懂得下法,我小時候做木匠 我小時候做木匠 我小時候做木匠 他說不是的 以前的人就不會專門去做那些東西 但教你東西的時候 即是學的時候,你會學一些東西 原來有些木匠是有問題的 有什麼問題? 即是心懷不軌那些嗎? 然後我就搜尋資料 我找到一些資料是關於 原來以前真的有些術的 即是做木匠 是必定會學到的 什麼? 必定會學到的 你說它是邪門的東西,還是禁忌 還是它是一些古靈精怪混在一起的東西 這個有趣 還沒聽過 我也覺得還沒聽過 我找了一些資料 今集開始就先講一講這些 我們先看看圖片 話說那個網友就說 他爺爺以前做木匠 他一次就做舊屋 即是幫人拆一些舊屋的時候 他說以前原來有人在木匠 就落江頭、落茅山 什麼鬼都有 他爺爺就是潮州那邊的工 即是有一群手下的 後來來了香港 也是做一些賣木材的生意 他說曾經試過 有些員工 以前不知叫什麼 那個年代 不是叫員工叫什麼 不是叫員工叫什麼 甚至 我連員工也未必能說出來 爺爺這些看法都七八年前 有時候我都說那些staff 那些 那時候叫什麼 有時候他們拆完屋 回來就會臉青青 然後就會吐 即是撞了一撞悶 然後就吐 開不了工 手震腳震 就吐 他爺爺通常都問他們拆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什麼 有時候原來 他們會找人解釋 解釋? 是啊 你當中了些咒語 中了些個案頭的解釋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 以前那些木匠 就經常幫人做事 做得好不好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扣錢 即扣錢 明明就丟了一條龍給你 喂 那條龍不漂亮 即客人扣起那些錢 客人扣起 或者做的時候 可能會住在他那裡 不可能在另一條村 另一條鄉裡做 接一條東西 你回不了家 以前沒有的士 大哥 對 那他就會 如果你是混蛋 他就會放一些東西 在木頭 在橫樑等 那他會放什麼呢 什麼也有 放銅錢也有 放一些刀劍也有 放頭髮也有 放什麼也有 原來他有些 即是木和木之間放這些東西 現在就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會這樣 因為現在沒有人家屋 是木的橫樑 是沒有的 那我就找了一些資料 原來放什麼上去 有什麼不同的效果 對 什麼銅錢也代表什麼呢? 如果在橫樑和莊柱的木裡面 放一些船下去 放一些船嗎? 對 船頭向外 這樣就會有財 反了船向內 你就會失財 有時候會放某些植物下去 讓人讀書會好一點 有些就會放一些柏葉 放一些木裡面的某些地方 讓你添福添壽 還有 有些是害人的 原來他有個名字 這些術叫 相傳就是老班傳出來的 那些人就叫做厭聖之術 有些宮廷片那些 所以有人留言說是否老班師傅 對 我之前說過老班師傅裡面 其實有些書是邪術 不只是做三項 有些宮廷片 以前宮廷那些皇宮 有很多橫樑 還成的 他們除了風水之外 也會有些法術的東西 原來有些是害人的 例如你拿一個披頭散髮的女鬼的圖 男人說真的是女鬼 那一幅圖就可以了 然後呢 那年代不是畫出來嗎 畫出來嗎 是畫的 對 那放在柱的中間 即是他可能開了筍 進去中間 這樣就麻煩了 那會怎樣 招惹女鬼 你家屋有死桑 哦 即是一定會死人 很容易會有死桑 你家屋 還有 如果你放一個小棺材 在廳廳的莊柱裡面 那會是黑死裡面的人 打直 小小褲就可以了 你會弄木杖 你刁褲小棺材 那些 就裝在裡面 我想說我有個朋友 在車頭上有一副棺材仔 哦 那些什麼 運材童子 即是棺材原來有這麼多的用法 即是有時候那些人就說 不知道哪裡家屋 只有一副棺材 等於會發達 這個又不是 這個又反過來 是的 這樣放在不同地方 對嗎 對嗎 放在不同地方 那你試試看 放棺材在廁所的後面 可能會很糟糕 那也是 這是風水的東西 可能會放在高的地方 升官發財 是的 還有一個 如果放一隻碗和筷子 在門梁上面 收對筷子和碗 你很糟糕 黑食的 後袋 一定會加到中落 如果兩把刀 畫在一張紙上 藏在門邊旁邊 放兩把刀 那你後袋 出入不平安 不是啊 殺人入獄 哇 殺人入獄 是 還有 藏白虎 在你的糧 白虎 藏白虎 然後呢 白虎 也有解法 藏白虎 那你會 女主人會多病 不是說就這樣下去就可以 有術的 要念咒 要念咒 要念東西 不是說就這樣 人家家很討厭 放東西在那裡 不行的 要念咒 有咒語學 那 還有很多解釋 原來 以前 做椅子的時候 做椅子 就叫做椅子 椅子不離三 椅子不離三 是什麼意思 一定有三張 是啊 兩尺三 四尺三 椅子尾 長度 有三 原來 寓意坐下椅子的 是兄弟 是朋友 什麼意思 我不是很明白 可以解釋 其實有些按鈎 即是說 以前 三國演義裡面 有桃園結義 有三個 劉關章 有三 有門不離五 又是那些測試 對 無論你大小 尾數一定 離五開五 門 可能五尺五 四尺五 即是代表五福臨門 哦 很迷信 床不離七 對 床不離七 你猜你猜 床不離七 兩尺七 三尺七 四尺 四尺五 四尺五尺七 但那些測試要有七字尾 為什麼 七 關不關於七十四十九日 那些什麼 不關不關 不關不關 不關嗎 不關不關 會不會是 睡得很好 然後 因為好像七 一個星期有七日 那些什麼 有關不關 又不是 沒可能想到 七 是什麼 床不離七的音 就是床不離妻 即是老婆 這個很難猜 即是有盤 睡在床上 不用擔心孤獨一人 那她是妻 如果老婆 沒有老公 不是一樣 即是有盤 意思 即是有盤 有時候 為什麼床都會四尺 那些床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 五尺半 又有什麼四尺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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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是離不開 有一半 是呀 不會五尺 不會六尺 是呀 我沒想過這件事 原來都是取材主 床不離半 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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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這個 有盤 我沒想過 看看我們床是不是四尺 三尺半 兩尺半 你不是半 混蛋 那我都沒有盤 我都沒有盤 趕快做 還有棺材不離八 八是法 是嗎 是法 猜到 這個 那同學呢 把那些桌 桌不離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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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唱九九 不是 九 九是用酒的同音 哦 飯不離酒 即是說 主人代客夠熱情 有酒唱 有酒唱 家族輕黃 有人來喝酒 開心